你怎麼看待人家所走上神壇的鐵人部長 其實我從來不覺得我走上神壇 很多人這樣講 我那跟大家報告說 其實我自己很清楚 其實我每當宣布了一件事情之後 其實我就背上了一個劍吧 只是那個劍還沒有射出來 可是等到疫情過後之後 那個劍自然就會出來了 你有想過你會選台北市長嗎 沒有 確實是沒有 在還沒有決定之前 我他基本的方向是反對的 其中大概很多人是關心疫苗採取的問題 我覺得也真的是 覺得讓人家看聽得也很傷心 我跟我的家人沒有任何一張高端的股票 本週日晚間八點台灣啟示錄 決戰首都獨家專訪陳時中 作詞 獨家宜 選手 綜藥